你那边那个好 那就用麦克风 然后后面的朋友好像有人 对可以坐到前面 要不然你们等一下就会立刻走了 因为站着听会觉得 这样子 首先很高兴这么热的时候 而且这么远的地方 我不是跟你们讲说 我提早一个小时到 因为我不知道开车所需要的时间等等 那么所以还有这么多人来听 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跟杨德昌 不只同一个时代的人 他比我年长一些 可是还有一个很巧妙的安排 我们都住在台北 有一个叫寄南路的地方 就是在那个地宝的 我家在比较靠地宝这边 那他在喝乱 所以我从我家走到杨德昌家 大概三五分钟就可以找到 真的这么近 就跨过对街的马路就到 所以很有趣 然后当时呢 我 我们 应该说 他是一个很迷人的男人这样子 然后很高 然后 因为在国外受的教育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 当时我相信很多的女性的这一种 梦寐女求的那一种 谈个恋爱或什么之类的吧 可是呢 我们都知道他跟蔡琴的一段感情 后来发展的很不快乐 对不对 尤其那个时候我们也常跟蔡琴玩在一起 居然你们在座比较年轻 可能不是那么清楚当时爆发的那个 那个真的丑闻 因为蔡琴说 他从跟他结婚了之后的 很短的时间之后 他就不跟他做爱了 然后呢 蔡琴觉得说 好像夫妻也就是这样子 哦 我们都觉得 这个本宜所思这样 所以杨德昌在那一些时间里面 在他认识后来他的太太 这个彭凯莉之前的时候 他的感情世界是怎么样的 老实说 连到后来的时候 我都很讶异 因为我们圈子不同 所以没有那么玩在一起 可是呢 这样一个迷人的导演 然后 对女性 我觉得她一直有一个 渴望跟一种爱恋 绝对不是一个那一种 聪明能干的 那一种 对她限制要求很多的 恐怕是像蔡琴这样的 才能够在没有性关系的之下 还可以跟她保有 那么多年的那个夫妻关系 我就简直是 对我来讲不可置疑 可是OK 应该说怪事连连游这样子 好 那么后面来了我一个老朋友 叫李又欣的 李又又英武啊 那个OK 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说她的名字 这里有一个位置宝贝 你不要听吗 你要听你就要坐下来 只有这样就可以 大家都是平等的 可是有那个 他们工作人员可以坐到 那个别的地方来 他前阵子也涉及到一个性骚扰 对不对 我们这个老朋友呢 会性骚扰别人 我是不太相信的 对不起 可是他叫我不要乱发言 可能会伤害到别人 可是他这样子 一点的 OK总之 我相信这个家伙 连不要说 我们现在会长得很开胖 所以你们来忍受一下 不要说蔡琴忍耐了什么 很多很多年的婚姻没有性的关系 那我基本上会问说 哇那你有没有 以前都是那种广顾 要半夜起来捡豆子 有没有 那样的一个形容子 我说怎么可能 在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么另外的一面就是杨德桑 我们真的不知道 他的那个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 而且这个男人很明显的 是一个异性恋的男人 那个后来那个彭凯莉 那当然是个女生啊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还要从他的这个 电影里面的这些女性角色里面呢 我们看到他没有 基本上没有 至少我的了解 没有琢磨与女同志这样的关系 虽然到了独立时代的时候呢 会有这个琪琪跟那个Marley之间的 那一种一个很巧妙的片段 可是不表示这两个女人 有任何的这种同志的情谊这样 所以在那个年代是一个非常的典型的一个异男这样子 就异性恋的男生 很迷人的 个子很高 然后讲话也 我最喜欢的是他那种笑起来 有一点害羞 他有一点那一种啊 好像近在不言中也不需要讲太多那一种感觉 曾经是我们那个时候很多的女生喜欢的对象 真的是 因为那个这么可爱的一个导演 好我们就闲话少说 我今天呢 选了五个电影的片段 然后呢都会让你们先看看一下那个感觉 因为你可能没有全部看过杨德昌的电影 可是会让你知道我要讲的是一个什么样 什么样的五个女人来跟你们讲一下关于杨德昌电影里面的这个 那个怎么样女子图鉴这样 那就请放第一个海滩的一天 那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杨德昌的第一个长片 而且呢是一个出示提升 非常有别与当时那一种啊 台湾电影的那一种很臣服 而且就像现在的八点党那样的一个气息 所以他的那个清新跟他的那一个在镜头上面的应用啊 等等 这个都让我们当时呢看为OK非常的这个惊奇 而且觉得非常的美好的一个经验 那我那个时候在中国时报有一个专栏叫女性的意见 李昂专栏我就写了 当然对这个电影非常的赞赏 理由是为什么呢 他讲一个这故事大概还是要讲一下 可是你放心不会影响你去把这个海灘的一天看一遍 理由是因为我讲的都是很简单的故事 可是呢对于看杨德昌的电影除了这些故事之外 看他的那个镜头 以及看他的那个画面的那个处理 那个才是当然是最精彩的地方 包括在这个海灘的一天里面呢 我们马上就看到这一个爱家演的是一个小镇医生的女儿 然后呢爸爸呢跟护士偷情 妈妈很知道就立刻去处理的那一种 然后有一个场景非常漂亮 就是那个小张爱家走在一个长廊 就是那个医院的那个长廊 然后很寂寞的身影 然后就看到他爸爸在开那个女护士的那个衣服 这样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后来的这个 怎么讲呢被背叛 那个儿节呢以当时来讲1983年来讲 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女人的入侵 就来找他然后跟他讲说 我就是你老公在见面的那个人 然后呢这个爱家是一个罗络的 然后漂亮的 然后还是一个富家女 因为那个时候的那种小镇医生 还没有没落之前 他们那个身家都非常好的 那这个小镇医生呢 养大了这样的一个漂亮有品味的女儿 可是不敌外面的那一种什么样 那个工商业很就是很会竞争的那一种女性 所以老公就跟那个女人有外遇 然后那外遇对象还跑来跟张爱家 直接见面这样子 非常的强势这样 然后呢后来当然就爱家选择给你们猜 他选择原谅老公 还是就非常发挥女性的独立自主 就说好吧那你们两个去爱把我怎么样 让位这样子 你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 你觉得爱家会选择什么呢 他选择留下来 实在是非常的 像我这一种走过1983年的人 那个时候已经非常鼓励女人要独立这样子 然后他选择留下来 留下来恐怕是那个时候的一般的怎么样 真正的社会的现状 所以杨德昌呢拍出来了当时发生的事情 可是这个刘美的这样的一个男性 异性恋的导演呢可能还心有不甘 所以做了一个结尾是怎么样子呢 OK那个男生呢卷好了细软 甚至我相信把这个小镇医生的老爸 给爱家的钱都房地产都卷走 然后就不知所终有一说说去了日本 也可能是死在海边不知道 我们对那个那一天发生在海边的情况不知道 然后呢最后的结尾 结尾在一个非常突兀的结尾 要不是我们熟悉台湾的这样子的运 这种婚外情的运作的话 否则我们真搞不懂 因为后来显然是怎么样 胡一梦演的一个他的哥哥还弟弟啊 哥哥的太太 然后来跟他有一个短暂的对话 哇那胡一梦真是漂亮 然后那个这个八卦一定要讲 我以前也有机会跟他们混 然后有一次呢李瑶跟胡一梦 我们大家一起吃饭 那一个圆桌胡一梦坐我对面的 就是一个十个人的圆桌 她坐我对面很靠近嘛 那是我第一次这么近的 跟她有长时间的相处 然后呢我最记得我穿一个很贵的那种 那个针丝的一个黄颜色的衬衫 就OK不是那个海滩的一天 你们那么难看的一天这样 然后我夹着一块鸡肉去沾酱油 我用那个白切鸡嘛 白斩鸡去沾酱油 然后沾了之后呢 要送到我口中的时候 对坐在我对面的胡一梦 不晓得跟什么状况之下 嫣然一笑 哇那个漂亮到 我那个整个人呆在那里 然后那个鸡肉就掉了 掉到我的那个昂贵的 深思的黄衬衫上面 那件衬衫就毁了 就不能再穿了 因为胸前都是那个酱油 跟那个油的那个点子这样 所以你就知道说 那个胡一梦真是漂亮 尤其本人比电影漂亮很多 总之呢 后来的这两个女人的 简单的对话 就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呢 让我们知道了这一个 障碍家走出了她的困境 而原来有了自己的公司 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女人 好这个电影的有趣 因为以后这种故事 还会陆续会发生 我们要讲她的女子图鉴 当然要讲她 一步一步的走向了 什么样的样子 是张爱玲似的 一步一步走向一个黑暗的所在呢 还是要走向一个光明的所在 这当然就是我们在看杨德昌的 女性角色的时候要看的这样 好 所以这个电影呢 大概我们可以看出来 有一点让我不安的事 这个男人的怪异 在电影里面没有讲的 可是潜藏在背后的 我们觉得这一个很难易 很天真无邪 纯情的张爱玲似 好像也做了帮凶 你懂我意思 因为她不能够跟她的老公 谈商业上的事情 而至于那个老公 有了那么一个伶俐的 很厉害的一个怪异的对象 我们隐隐约约 我做一个女人 隐隐约约有这样的一个什么样 一个心里的一个疙瘩 尤其是没有交代她怎么走出来 那拉离家 然后呢 涂来之间就变一个女强人了 这未免太便宜了事了吧 对不对 可是呢 非常有趣的 这一个异性恋的男导演呢 他没有琢磨于 你知道这个电影 他可以决定要拍前面的 张爱佳的那种纯情啊 不经事事的那一种 那个富家女儿的这样的状况 他可以决定要拍多少 然后以后拍张爱佳的 变成一个女有自己的失业的 这个他可以选择嘛 对不对 可是呢 我们的这个导演呢 他没有交代后来爱佳怎么站出来 儿怎么样子呢 突然之间在那个电影的最后几分钟 我们从这个胡亦梦的口中 他哥哥的太太的口中就知道了他怎么样 他走出来了 而且有自己的工事 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也就是说 很多的男导演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电影看 真的 不只是杨德汤的专利 在1983年的时候 他拍了一个女人的转变 可是呢 那个转变形同虚设 他不告诉我们那个过程 然后他很单逆的很琢磨的 是去拍什么呢 拍那个爱佳的那一个 我说的哪一 那一种纯真不解外面的世界的辛苦 然后他永远都是笑笑这样子 就很漂亮的一个样子这样子 这个是我们首饰在杨德昌的女子图鉴里面看到 这个异性恋的男导演 很爱拍女人 他对女人的看法 他有真的要来了解我们吗 感觉不太像 我有一点不太 心里有一点疙瘩的是说 如果你真的要了解我们 你就把我们后来怎么样走出来 以及我们怎么在那个婚变当中的痛苦 至少给我们呈现一下 他没有那个爱佳的选择原谅 然后还是云淡风轻的笑笑 当然我们可以想说 他心里面是很苦的 可是我们看不出来 导演给我们这样的暗示 这个有趣 因为因此给我一个感觉 当然那个电影在当时 我们都非常喜欢 因为最后面的那个结局 那个女人走出来了 而且变成是有自己公司的一个人 而且那个胡云梦就讲 他说至于那天海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爱佳没有等到整个海滩到底什么事情 我们就看到他起身离开了 也就怕把那一段放诸于脑后了这样子 可是我们不知道 可是呢 我们马上做一个女人 作为一个1983年 我们正要争取女人的独立自主 以及一个新的女人在台湾 可以有什么表现的时候呢 我会觉得这个导演很单力 然后呢 很不着重在真实的我们女人的状况 有一点隔续烧痒的去拍她的那种 那个美丽的张哀佳 好 第二个我们要来看下一个电影呢 我选给你们看的是青梅竹马 今年也有个7、8、9年 维持在一个没有性的婚姻关系里面 至少我们当时觉得很神奇 好 那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知道蔡琪蛮被伤害的 而且那个阶段呢 大家台湾还有那种很保守的那种 心理状况 所以你觉得那个时候 同情杨德昌还同情蔡琪 好 那时候整个社会理论 同情杨德昌还同情 蔡琪问一下 就可以考一下你们对于 帮我看一下 对于那个年代的一些看法 当然是同情蔡琪 蔡琪得到了所有的同情 而也基本上断了杨德昌在台湾怎么样 的生物 我跟你讲 这个有一点 虽然时间隔那么久 可是呢 有一点是一个小case的什么 杨卉山跟张艺的例子 你看我觉得最可惜的就是 一场这个外遇 然后毁掉了两个当时呢 最有潜力的一个导演 跟一个什么样 一个女演员 那真是可惜 后来张艺就不拍片了 她没有机会 然后呢 那么好的杨卉山跑去做观音的像 好像有点赎罪的感觉 对不对 可是老实说 以现在我们对于这种婚音的关系 有这么比较开放的看法的时候呢 我觉得那个当年的这个杨德昌呢 跟蔡琴的关系 如同是一个小case的那个杨卉山跟张艺的事情 而导致了怎么样 杨德昌后来我想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她在台湾要募资啊 要什么东西之类 恐怕都不容易这样 好 回来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一个 她的前妻 蔡琴 蔡琴很会唱歌 你们可能也知道对不对 然后蔡琴呢 没有想到她电影可以演这么好 老实说 因为我们都知道她是唱歌的 当时跟我们玩在一起 就是一个大辣辣的 然后没什么心眼 然后非常的这个 好像什么事情她转头就忘掉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所以杨德昌会跟她结婚呢 到了后来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有道理 因为这个导演 似乎在跟女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也许从她的婚姻 从她的各方面 我不是要讲八卦 而是我们来看她的生平的 尤其是跟我同一代的人 来追溯一些她的 跟她的女性的友人 老婆之间的种种呢 也许也可以回过去 看她怎么处理这些女性角色 我刚刚在海滩的一天 我就会觉得她很单逆于 那一个张爱佳的美好 可是并不试图告诉我们张爱佳 在泥地里翻滚的去寻找出 自己的路的那样的一个过程 她维持一种相当什么 我们说的很detached的 对不对 非常的站在外面看的 这样的一个观点 她跟她的女性的角色呢 我觉得很难得可以 好像真的走进去 可以拍拍她们的肩 搗着她说 哎呀我给你肩膀你哭吧 不太像是这个样子的 而我们发现蔡琴 以我对蔡琴的了解 我真的会觉得 杨德昌需要的可能也是一个这样的 一个宽容的 有一点傻乎乎的 当然蔡琴可能在别的方面不傻 可是呢 在大辣辣的有一点大姐大的 也许杨德昌要的是这样的一个 养性的一个关系吧 我在想 因为这个的话 我觉得在她的什么样呢 她的电影里面 我们其实也不止过多或少 而相当多的看到 好我们回来讲青梅竹马 这里面呢非常可爱的一点就是什么东西呢 侯孝贤来演这个 后来被杀掉的死了的这个男人 那么我今天要讲一个事情 你也知道我一向敢讲真话 然后谁对人啊 所以我要提出来 我觉得我有一个特意的观点 来看杨德昌的问题 而希望接下来有人在这一个方面 琢磨来写论文 因为这是一个过去 大家都没有碰触到的问题 就是杨德昌的什么样 统独的问题 他的什么样 他的认同的问题 你懂我意思 这是一个 他是一个外省人的高官的第二代 在台湾对不对 可他的电影里面 非常爱把美男女带进来 当然那个年代有一个 就是因为以前都不能够有这个 这个 怎么讲 就是说都不能都要 不能讲台语的在电影里面 所以因此我想是一个反动 所以他的很多女主角都讲台湾话 都是那一些台湾的家庭不错的 包括后来的那个独立时代里面那个 Molly 那个根本就是一个 看起来像个爆发物的企业家 对不对 的女儿 然后讲台湾话的 然后呢 这里面你看 我海滩的一天是一个小镇医生 台湾人的 而且有日本时代的那样的一个什么 遗风的 住那种日本式的房子的 然后是那种日本式的家教 然后会叫他的爸爸妈妈什么 卡奖 那个窦桑 这样子的 用日文称呼爸妈妈的 好 那么因此呢 这一个杨德昌跟他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呢 是一个过去 因为我知道我们以前的在那个年代里面 我们不分统独的 也没有台湾人跟外省人的什么样的区分的 绝对不像现在这么壁垒昏迷的这样子 可是呢 这个东西绝对我觉得是 研究杨德昌的下一个值得去分析的一个 除了他跟他的 他跟他的女性角色之间的这种关系 我想论文里面都有写到 没有什么太特别说是一个很震撼性的题材 可是研究杨德昌跟台湾的关系 跟中国的关系 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有趣的 包括我们知道那一个到了独立时代的时候 那个英文名字片名叫什么呢 Confucius Confucius 就是 Confucius 孔子的怎么样 的那个 困惑 困惑 对 孔子的困惑 所以呢 他在一个文化上绝对是一个大中国的文化 然后呢 不只是大中国的文化 他在电影里面永远都说我们中国人怎么样 他不会讲台湾人 甚至是他的小说女主角讲台湾话 他们的认同在哪里 这个当然那个年代也没有去助级 我们也不是恪守他要助级 而是说他为什么选了这么多的角色 有趣喔 都那个女主角都是讲台湾话的 而都来自不错的家庭 这个有趣吧 所以这个统独之间大中国的文化 跟台湾的认同等等等呢 我觉得这个是下一个想要研究杨德昌的人呢 是一个很新的面向 然后呢 我在这里提出来呢 绝对可以被人家骂说什么 私类族群啊 什么就哪胡不提提哪胡啦 可是呢 这样子的回过头去看 40年前的事情的时候呢 我告诉你 老实说 你会发现到啊 那个自理行间 那个对白里面 或者在影像里面潜藏的过去 从来没有被探讨到的杨德昌 这绝对有趣 好回来了 这一个七梅竹马 我们知道这一位蔡琴演的呢 你看他刚刚蛮有那个 已经是一个穿着西装外套 跟蔡英文很像的西装外套 有没有 这样的一个工作中的女性 而且呢 看起来蛮有能力的 那一段我们给你看的就是说 她跟着那个老板那个 公司卖掉了 然后那个人要她做秘书 她本来是做那个老板的特助 她不要 然后她就说你直接这样吧 所以看起来也是个蛮强悍的女人喔 可是这一个蔡琴呢 就没有张爱家演的那个角色 那个背景那么好 可是现在她变成了一个怎么样 张爱家的后半段的人物 这样出现了 所以你看到她的这些女性角色呢 其实一个一个都可以连结起来的 特别呢 我们要讲到当中有一段非常好玩的事情呢 就是这个蔡琴呢 会去问侯孝贤演的她的那个同居的男人说 你这一次从美国回来 你有没有进过日本 然后那个侯孝贤演的这个角色就说没有 那喔 想来这个日本啊 有一个什么美港在哪里你知道 这个日本的美港 我们后来到一一的时候终于发现了 不晓得为什么始终有一个情人 或有一段秘密的恋情 或者一个什么是跟日本有关的 这个我们等讲到一一的时候再来讲 所以你可以看到她电影 为什么我会这样一步一步的这样的 我没有办法讲那么多个片子 可是跳了几个来讲她的女性角色 因为她们之间是有联系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联系呢 我觉得杨德昌也看到了女性角色在台湾的 在80年代初期的一个巨大的转变 所以她在海滩的一天里面 没有讲完的女人的故事呢 就跑到谁来讲呢 跑到青梅竹马来讲 好 然后呢在青梅竹马里面呢 这一个蔡琪呢是一个妈妈会被家暴的 然后她会被爸爸打得鼻青严肿的 跟爸爸关系非常不好的 然后她独立自主出来工作 还可以妈妈来跟她要钱的时候呢 拿10万块 10万块在1983年满多钱的 给妈妈的是这样的一个 蛮强势的女人 可是呢她跟侯孝贤之间呢 你看喔 她当然你说电影一定要有一些冲突 才有戏剧张力 可是杨德昌我看了 很多电影我都以前看过 可是我这一次因为要做这个演讲 我很密集的看了这些电影 看到我极端不舒服 我就怎么样 把她停下来去看鬼魅之论 那多好看 尤其她最近那个工匠片 那个杀的那个 那个动漫可以杀的这么妙亮 那个五分十色 漂亮到不行 所以我就把杨德昌放下来去看鬼魅之论这样 因为杨德昌告诉我太多的 和现代人的怎么样 不舒服的人际关系 然后呢 你一步一步看可能OK 我一口气看这么多下来的时候 真的觉得说 拜托 别人的这种重担我需要来承担吗 这样子 可是呢 当然这个跟她的艺术价值无关 我只是要说 看过了她的电影 也真的是让我宁可去看鬼魅之论 然后呢 我们看到了 这一个不能够说是蔡琴的关系 才使得那个 那个侯孝贤演的 本来就是一个很冲动的人 后来呢 蔡琴呢 跑出去 两个人吵架 蔡琴就跑出去 去跟那个 跟一堆人去玩 然后后来呢 跟一个男生好像 年轻男生好像也没有真的怎么样 可是后来那个男生 就跑到他住的楼下来堵他 然后侯孝贤演的这一个 这个同居的男人呢 就非常冲动的就下去 把他的什么样摩托车推倒 然后呢 打了那个要追赛行的那个男人 结果呢 那个打那个要追赛行的那个男生 就骑着他的摩托车呢 就跟着这个侯孝贤的计程车 然后在荒郊野外呢 侯孝贤下车理论 就被那一个什么样 那个要追赛行的这个年轻孩子 痛了一道 然后后来留 因为荒郊野外 计程车也很少经过 后来流血过多就死掉 OK 注意看喔 这一个侯孝贤演的这个角色的死亡 很严重喔 这个是为了什么 因为蔡琴的不简单 可不可以用传统的道德观这样讲 可以 你一定会说 因为蔡琴跑去外面跟野男人乱搞嘛 所以才会怎么样 导致后来的悲剧嘛 真的喔 你如果用很传统的观念 这整个没落是这样走的喔 那因此就让我这一个很有女性主义的这种想法的喔 然后心里就更毛 我想说哇 这一心恋的导演在1980年代初期的时候 在我们女人要争那个权利的时候 给我们来这一套这样子喔 可是可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喔 我们呢就要继续再往下看 我现在讲的都是她的女子图鉴 我们今天不讲杨德桑在电影艺术的成就 因为这个已经有目共睹了 我们只不过她把她的女主角们拿出来 事隔了40年之后来怎么样 来分析那个时代的背景 来谈论这一些他们的出身 台湾人 外省人 权贵与否 统独的问题 文化中国的认同 我们是在逃真问这些事情 今天我们一点都没有要诋毁杨德桑的艺术成就 完全没有 她就拍她那个时代的样子 可是我们做一个已经40年后的观众 我们可不可以来回去看看呢 可以 因为她一直都说 历史在演变 有没有 然后呢 是可以来 我们可以去解释的这样 外面就有一句这样的话 我也在她的电影里面看到有一个主人翁这样讲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到了另外一个电影 就是这个电影我觉得真好 我觉得是她除了依依啊 还有那个那个什么 狐狸街少年杀人是最好的 就是恐怖分子 来 请放片段 然后这个 我们会看到那个小野 这是跟小野合作的一个剧本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剧本的完整 跟那个她的那个结构的那个严谨 我觉得是真的是在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如果我来叫电影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那我不知道是小野的功力还是杨德昌的功力 我想是应该说两个人都有credit 两个人都各有加起来才可以把这个剧本弄得那么好 然后以及呢我们很爱看在台湾早期的这些新电影出来的时候呢 剧作家们并没有很好的说故事能力 所以他们最爱用什么 我来讲那一年的秋天的时候 天气冷的比较晚 所以呢我期待的片山的红叶 到了十一月底都还没有出现 然后那个时候怎么样怎么样 很爱搞这一态 那个其实我自己在美国读的是戏剧 那个就是没有办法编剧的 很清楚的那个你在海滩的一天 还看到这样的手法 可是到了这个恐怖分子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那个结构完整 而且很严谨的再把每一块拼图再拼给你看 而且同样的到了这里呢 我们又要看到杨德昌对于什么呢 死亡的那一种迷恋 他的电影每一次都要死一个人 他自己在电影里面讲 他说我们看有了电影之后 我们人生活了三倍的时间 为什么我们以前我们不可能去杀人 也不知道杀人是怎么样的 可是我们在电影里面看了很多遍 都已经有那个杀人的那个经验跟机率了 对不对 好所以他对于这一种死亡 而且是杀人 而且是因为小事情 而且都没有在台内上演出冲突 可是背后他希望能够暗潮汹涌的堆积到一个高潮点 然后就杀人 然后大概片子就结束了 他非常爱搞这一套 这个导演对于这个杀人跟死亡呢 显然有他的很特别的名念 我们应该这样讲 那么OK恐怖分子呢很简单 那个妙千人呢去跟人家外遇嘛 而且两个都有结婚嘛 妙千人跟那个谁在一起呢 跟那个李立群在一起 然后那李立群呢不解风情 也不知道这个女作家心里在想什么 然后也不看他的作品的 OK结果呢 后来整个的悲剧当然是怎么样子呢 李立群想要升官没有升上去 他还讲了别人的坏话 要让自己升官 就害他的同事也没有升成 然后后来的时候呢 又怎么样子呢 他的太太离开他 最后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了怎么样 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他拿着他的顾宝宁 他的朋友演的一个警官的角色的枪呢 去把他那个不给他升官的 什么样的老板把他给杀了 然后呢把这个肩夫淫妇 当然也要怎么样也要杀 对不对 可是呢太太没有没有杀成功 他没有扣下那个板机 最后当然自杀 可是最后电影告诉我们 其实呢他有没有真的去杀那一些人呢 没有他自己呢 在那个他的朋友那个警官的家里 开一枪把自己的怎么样 打穿自己的脑袋去自杀了这样子 好为什么要讲这个电影的理由是 我们看到了 第一个我们看到了前面的女人 是张爱佳的那一些什么样 纯美的不解人似的非常naive 而且很innocent的这样的一个太太 对不对 第二个是蔡琪那个走出来 能够必须工作能够独当一面的女人 然后来到了第三个 这个女人呢是个女作家 而更进一步的她怎么样 她走出那个婚姻来 离开然后去跟一个怎么样 虽然是大学时候认识的 可是呢是别人的老公的男人在一起 而导致了后来的这个老公的怎么样 比例群的什么样的自杀 那当然是当中呢还有一个女孩子 就是那种不良少女 然后呢会去旅馆里面去怎么样 仙人跳的 你们知道什么是仙人跳 就是她在比如西门丁搭讪 然后男人就来跟她睡觉 要跟她睡觉 然后他们到了旅馆的房间的时候 她就怎么样 她就偷她的东西 或者等一下就有一个男生走进来说 嘿这我妹妹你到底要怎么样 看你要钱拿出来还是要命一条 这样子的仙人跳这样 所以这个不良少女呢 在有一次逃跑的时候 把腿摔断了 她胡着石膏不能出去乱玩 她就给人家打电话 拿那个电话不出来 随便给人家乱打 就打了就给这个怎么样 妙千人这一个 就刚刚那个太太接到 然后就跟她讲说 我是你老公的情人之类的 可是她电话没有讲完 就被她的姐姐发现就挂断了这样子 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出来 就是说 所有导致这些悲剧 悲剧真的 在那个 那个谁啊 青梅竹马里面 因为蔡秦的不检点 所以害得怎么样 害得好笑钱 去被人家捅一刀打死掉 然后再来的话 李立群呢 也因为太太的什么样的不守护道 我们用最传统的讲法 然后就怎么样 后来落得去怎么样 开枪自杀 都是女人惹的祸 当中我们还看到一个评论家说的 刚刚我们的那个小朋友讲的 他看过一个论文 就是有一个评论家指出 在杨德昌电影里面很多这种美丽 坏女孩 就是像那一个会去跟人家睡觉 然后献人跳的那个女生一样 那这些美丽坏女生呢 他打了那个电话 可是妙千人的那个离开李立群 其实跟那个电话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真正造成悲剧的还是怎么样 妙千人的离开李立群 而让李立群怎么样 完全整个价值观一切的崩溃 好了 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哇 我这个女性主义者 就开始又想了 哇 这个异心恋的男导演 对我们女人好像前古之力 还是那种女人是祸水 不是祸水也好像很怎么样 很洪水猛兽的样子 然后呢 要不然看到怎么每个电影都搞这一套 所有的扣那个板机的都是什么 背后的理由都是女人的 都是女人的关系 那当然你可以说戏剧要这样编嘛 才有高潮嘛 才有冲突嘛 才好看嘛 可是呢 一个导演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们 这样的女性角色看呢 我们来研究杨德桑电影的女子图鉴的时候呢 我们必得像我这样号称女性主义者的 我今天你看我站在这里 就觉得有一点话要说 那过去我们不敢说这样的话 因为我们女人没有这样的自信 因为我们觉得电影是电影嘛 可是我们现在回顾了新浪潮以降的这40年的台湾社会 我们也许可以站在一个怎么样 看待历史的方式来回顾这些女性角色 为什么被塑造出来 她跟她的时代背景有什么意义 以及最终她要引导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去 就要看下一部 这个有趣啦 这个电影呢 很让我看的 因为我看的是英文字幕 不晓得为什么我拿到一个英文字幕 没有什么不好 就是我刚刚说的孔子的困惑 Confuc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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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电影 就是好 先看一个高官的在台湾 在大陆在台湾的小孩 可是他里面对于他的背景的出生的 这样子的一些人物呢 琢磨不多 反而他非常爱来拍这一些什么样 不管是艾佳 张艾佳演的那一个小镇医生的 那个规矩很好的女儿 还是那个青梅竹马的那个怎么样 那个两个都讲台话的 然后呢 还有就是恐怖分子里面的那个 那个妙千人倒是比较没有讲到他的 那个台湾人或外省人之类的这样子 好 我们在这里呢 独立时代 我们又看到了什么样子呢 他出现了很多讲台湾话的角色 包括刚刚那个阿欽 阿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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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欽呢是Marley的什么样的 即将要结婚的丈夫 然后呢 有趣的是怎么样 阿欽本来是要跟 刚刚不是有个女人打扮得很端正吗 那个是Marley的姐姐 本来两个人要结婚的 可是Marley的姐姐呢 不想跟这一个阿欽 这个土财族的这个儿子结婚 然后呢 就跑去跟一个那种什么 做家结婚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就我个人来讲 这一个独立时代 是杨德昌的电影里面 我基本上很不喜欢的一个 不是这些想集的问题 而是什么呢 而是这些人啊 满嘴都是文青的那一种话语 话术 在讲说 什么作品里面要有什么光明的 还是黑暗的 黑暗的会导致到 对人有什么 对社会有什么坏影响 然后光明的要怎么样 都在讲这些东西 还好 我因为对着英文字幕看 我后来就拍一下我的那个 那个膝盖说 恍然大悟说 为什么这个电影在国外没有被骂 因为他那个字幕没有办法 那么传神的把这一些孔子说什么 然后这些演绎出来的这些 文青的论述呢翻出来 而只有什么大概的意思出来而已 你懂我意思 所以一个看英文字幕的外国的影评人 会不会觉得像我每次听他讲那一些 什么那种文青的话 我真的含毛直樹 非常的不舒服 你懂我意思 那种 这电影里面讲那种 这真的是很无聊 因为里面还会有个画家 做艺术的 不只是画家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姐姐嫁的那一个作家 然后都在讨论那一些什么 作品啊 什么黑暗的面啊 会对社会什么影响 这个文青 而且是假文青 而且是让人家很不舒服的文青 片子又长 然后都在讲这一些 可是我基本上很爱看电影 我当然也看到那个怎么样差不多年代 这个是1994的电影 那个时候的欧洲电影呢 也充满了这样 那个还有个得奖片 我看到差一点要睡着 我叫绿光 为什么叫绿光 有没有 那个就是说天要暗下来的时候 最后会怎么样 会是很短暂的 你眼睛要很敏锐才看到一片绿光 因为那个是最后留在你的视觉印象里面的 然后那个电影是不是从头到尾都一直讲 一直讲一直讲 他讲那些无足轻重 然后很不好玩的事情 可是那个是那个时代的潮流 所以杨德尚拍这样的电影 我也觉得很合理 可是这里面呢 两个女性角色 我们就很爱讲他 一个就是那个琪琪 你有没有觉得 他整个造型看起来像谁 澳大利赫本 有没有 那个头发好漂亮 那明明是罗马佳琪里面的那个公主的样子 有没有 好 然后琪琪在这里面呢 演一个就是专门去 Molly是个大小姐 搞了一堆烂摊子 琪琪就要去怎么样 去收的那样的 然后呢 她笑脸迎人 可是反而要被骂说 你都很不真诚 你都假白白衣服那种 笑脸迎人的样子 来去骂想回这样子 然后呢 这是一个漂亮的Molly呢 变成一个电影里面呢 她其实替Molly 琪琪 其实替Molly这个大小姐 处理了很多事情 可是最后落的下场是这样 而这个大小姐 是个完全不替人家着香的 后来这个大小姐甚至去睡了谁 睡了琪琪的男人 两个人已经论及婚嫁 然后这里面的社会阶级的问题就出来了 有一场 那一场非常精彩 我觉得 就是怎么样呢 琪琪跟她的那个 就是那个阿明 两个人坐在计程座里面 然后在讲 然后那个阿明就说 我们又不像他们那个 有钱的那个Molly跟那个阿勤 有没有 那个阿勤那个好可笑 刚刚那个有没有 在计程座用台话讲的 那个土裁族的儿子 她说我们不像他们这样 所以我们只好非常努力的 然后来就是往上那个阶级 可以能够提升 能够富有之类的这样的状况 所以来到了这一个角色呢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这个琪琪 你看她像那个澳大利亚本的公主的样子 而且听说是杨德昌非常有意的 要把怎么样子呢 把琪琪塑造成这个样子 当年的时候 曾经有别的演员 先演这个琪琪的角色 可是怎么样 可是后来被杨德昌换掉 直到找了这个琪琪来 这个琪琪就是常常在那个 蔡明亮的电影里面出现的那一个 是不是 对 那叫什么名字 那叫什么名字 陈江水 然后 你看他那个整个样子 据说都是杨德昌指定要的 同时我们看到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杨德昌在这个独立年代里 独立时代里面 没有编剧跟他合作了 他编跟导都是怎么样 都是杨德昌 所以这个电影充分的都是杨德昌的一个个人的什么 籃籃自语 像谁 像乌爹 乌爹的 有没有像乌爹的 哦 他可以讲 一直讲一直讲都讲不完 杨德昌只不过把它放在很多个角色去讲 电影又臭又长 这是我真的是不喜欢的电影 而且讲那些讲文青的那些 探讨什么文学艺术跟社会跟人的关系 我觉得虚讲到今天 还好我看的是英文字幕 就比较冲淡那一种很不好的那个 好 你看现在来到了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儿起棋 去替一个大小姐工作 两个人还号称怎么样 有私交 可是没有到什么样 没有到有同志或者是什么的情谊的这个部分 可当中有一个镜头 哇 那个也值得这个允平嘉拿出来 大叔特殊是怎么样呢 杨德昌的电影里面的所有的男主角 特别是女主角都抽烟 这个是我们那个年代 女人为了表示自己的什么 自己的独立跟独特一定要抽烟的 真的 所以她每个都抽烟 所以呢那个Molly这个大小姐自己点了一个烟 也把烟给琪琪 然后呢 那个两个女人对着镜头这样对坐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互相用烟来 Molly把自己已经点燃的烟 用来点燃 喜琪 含在嘴里的烟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两个烟像两个嘴巴一样的凑在一起 可是 凑在一起的不是嘴 不是两个女人的嘴 而是两支烟 你懂我意思 哇那个画面性感好看到不得了 好像在这个片段里面我没有看到 要不然我就要拿那个画面给你们看 因为我看的是完整版才看到的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你看 Molly呢 坐在她的位置 是在这里 她点了一根烟 然后呢 琪琪在这边 Molly给了琪琪一根烟 然后就把她嘴巴里面含着的 已经点男的烟 去点含在琪琪嘴巴里面的烟 你看有没有很性感 这个的确可以给很多男人 吴敬德那样的一个什么 色情相像的 因为这比两个女人嘴对嘴的亲吻呢 我觉得还更那个 还更那个 会还更更色情 我觉得 有吗 你看所见略童 超越了两个女人嘴对嘴的亲嘴 有没有 两个烟对烟 要凑在一起了 可是OK 那个太禁忌了 对不对 后来这个点烟的动作 我觉得比那个两个女人的亲吻 真的蛮性感 漂亮 你看 可见英雄所见略童 他们也把那个画面当成了那个 poster来做 好 OK 再来接听我讲 免得你们一直看啊 就不听我讲 好 好 那么这个女性终于有一个这样的情谊 在杨德昌很少的 要到1994年的 已经杨德昌的作品的尾巴的时候的独立时代呢 才出现了这样的两个女人之间的情谊 可是 可是 注意听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 不是一个对等的关系 是一个 穷人家的孩子的起奇 跟一个什么样 富豪的女儿的 Molly之间的关系 这样子 而且你看 这两个人的衣着上 你可以看到那个导演的精心的 让这两个人的不一样 那个大小姐反而没有穿洋装 有没有 她穿一个Harvard的一个什么样 一个T恤 然后那个Mardi 起奇反而穿了一身很漂亮的黑色的 很重规重矩的 真的像澳大利河本一样的 那个公主派的那样的衣服 你可以看到那个阶级的一个什么样 不对称 然后角色的不对称等等等 然后那个Mardi 是一个大啦啦的大小姐 而这个起奇 你刚看到 那个演得真好 她就是那种谨慎 那个 就是很小心翼翼的在 要讨人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好 这个故事里面呢 还好 我们后来只看到一堆人 全睡的乱七八糟而已 而并没有杀人也没有死人了 可是呢 对杨德昌来讲 会不会是这种道德 或者是沦落这样子的事情 反而搞不好跟杀人一样 对她来讲是一个什么样 一个蛮重大的一个 她出拳去给社会看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我们不知道 可是呢 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很快要来到了一一 这个电影呢 当然会去得坎城那么大的奖呢 绝对是非常的有道理的 好 我们看一点片段好了 因为这个电影有一阵子都没有办法在台湾上映 这是预告到的全部吧 蛤 这是预告到的全部吧 这是预告片 预告片 预告片 比较短 但是预告片 OK 我们在这里面呢 很希望如果你也只有时间看一部杨德昌的电影呢 我建议看这一个一一 第二个选择的话 我觉得去看恐怖分子 真好 那么要了解那个杨德昌出事提升的处女之作的话 就去看海滩的一遍 然后要怀念你的那一种纯情少年少年史的时候呢 就去看古岭杀人事件 那其他的呢 我想当然各有各的好处 我们今天不是来谈杨德昌的电影的那个 历史地位跟他的艺术成就 我想这个都已经是被 就很清楚的他可以定位在那里了 这样子没有问题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 要看的是一一里面的两个女性的角色 那个如果可以等一下可以播的话帮我播 如果不行的话我先讲一段 然后再来看 这里面呢有两个女性角色呢 一个是吴念珍的什么样老婆 然后呢好终于我们看到 嘿这个有趣的事情在转换了 我们第一次看到老婆是一个讲国语的 而且那个家庭很明显的 尤其那个婆婆的那个等等 是个外省家庭 杨德昌拍到最后一部电影的时候 他的小说人物怎么样 主要的小说人物 回来讲什么 讲国语了 这个很有趣 前面都是他的小说里面的 尤其那些重要的女主角们 早期的很多的电影都是讲台湾话的 包括到了94年的独立时代 那一个马里也是讲台湾话的 所以这个非常有趣 就是我说的这种省级的这样的事情呢 绝对是下一波如果有人要继续研究 那个杨德昌的电影的时候 可以琢磨一下的 我觉得会非常有趣 包括那里面的 中国台湾的身份认同 或者是省级的讲美男语 或者是讲那个 OK 所谓的台湾话 或者所谓的国语的差距这样 好 这里面终于我们第一次看到怎么样 男主人翁是讲台湾话的五念真 挡过来了 而那个太太是怎么样 是一个讲国语的很有趣 好 这个太太呢 两个人结婚恐怕 OK 就是像大家的婚姻一样 就是到了时间找一个人结婚 他们就生了两个孩子 一个就是刚刚那个穿白礼服 那个有没有 那个婷婷是那个大女儿 然后又来了 这个婷婷呢 也是造成家庭悲剧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她应该去倒垃圾 可是她没有倒 然后呢 害她的婆婆 就是她的那个阿嬷 而且是妈妈的妈妈 这边的阿嬷呢 就怎么样 下楼要去倒垃圾 结果不晓得是被撞到呢 还是自己昏倒 就变一个植物人躺在家里 所以呢 再一次的 这个女性角色 是里面的悲剧的那个什么 我们说那个trigger 那个点爆的那个点这样子 而这一次是在那个 一个北云女的一个学生 高中生里面这样 那故事当然非常复杂 所以啊 那个啊 啊 啊 里面有非常漂亮的这样的一个简介 啊 然后那个啊 你可以看到那个啊 前一场跟后一场之间的那种关联性 在造成那个戏剧的张力啊 跟造成啊 这个整个她想要故事的那个铺牌的啊 冲突啊 影爆点 哇 这些都设计得漂亮到极点 尤其开场的时候是一个婚礼结束的时候 是那个婆婆终于怎么样 终于死掉了 就变植物人的那个婆婆终于死掉 而这个婷婷当然也就 多多少好就 也就把她的罪恶感给放下来了这样子 好 问题是这里面这两个女性 一个是 胡念真的太太 是个外省女孩子 然后呢 在公司工作 啊 然后 一直都觉得自己 心里有一块不满足的地方 她就去参加什么 灵修 这一类的东西 这也是后期的杨德昌 不管在麻将或者是在什么很爱主理的 就是灵修这个部分 很都市人的那一种有没有 就灵修 这太太去灵修 然后呢 那吴念真就碰到了什么呢 碰到了她的初恋的情人 这又是一个讲台话的小姐 这个初恋的情人呢 啊 那个是中学的时候暗恋的 可是后来呢 大学之后就各奔前途 然后各有各的生活了 有趣的是这里来了一个桥段 我们看了都会心理想 两个人就跑到日本去 记不记得 我一开始的讲在海滩的一天里面 这个男主角 这个张爱佳的老公 不是讲错 对不起 在青梅竹马里面 那个 那个 侯孝贤演的那个男主角 在跟蔡琴有一句对话 就是蔡琴问她说 你这一次从美国回来 有没有停在日本 然后这一个 那个侯孝贤演的 就依附那一种 嗯 这样子就说没有 她就直接回回来之类的 那个日本有一个 不晓得什么样的玄关 也许就在这个电影里面 我们看到了 就是怎么样 吴念真演的这个男主人 就跟着她的初恋的情人 背着她去灵修的老婆 假借什么 假借她是去跟日本人谈生 也是真的 然后两个人就到了日本去 最后 猜猜看 她们两个 你看 两个孤男寡女 虽然弄了两个房间 那个女生还逃外送抱 逃去抱着那个 吴念真哭 说 我知道多么的爱你 什么什么之类的 你觉得她们两个有发生关系吗 没有 这个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个 悬疑一般应该这样讲 所以我们看到了 里面的这两个女人 这一个初恋的情人 被里面塑造成为怎么样 是不是就是一个像张爱佳那样的 富有人家的小姐 然后不经世事 naive and innocent 这个女孩非常的世故而且世俗 她叫吴念真去读什么 去读一个有用的科系 就是因为以后可以赚钱可以养她 然后她现在可能要来跟吴念真混呢 因为她现在她嫁了 然后又怎么样怎么样搞 她已经有足够的财产 可以自己怎么样可以生活了 这个跟那个初恋的情人的 我们一向的刻板印象很不一样吧 对不对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女人呢 我觉得来作为 杨德昌的最后一个 电影的一个结尾呢 我觉得 这里面恐怕很多杨德昌的故事 跟女人的故事可以讲到 而有一个点可能就真的就是在什么 在日本 这个有没有怎么样的这样的事情 尤其那个电影有一个非常可爱的 这是杨德昌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怎么样呢 ok 第一个晚上 或者是他们刚到日本的那个晚上 那个女生头怀送抱 哭得要死掉去抱吴念真 可是吴念真呢 没有跟她 没有留在她房间 可是第二个 ok 就又隔了一天 然后她那个吴念真 受到很大的挫折 为什么 因为她本来要去跟那个日本人签约的 结果被台湾的 她的公司的人出卖 就没有签成 所以当她很懊恼的去敲到那个初恋情人的房门的时候 发现那个初恋情人已经怎么样 已经check out了 已经怎么样 已经走了 所以这个就留待了很多可以继续发展的故事的感觉 这一种两个人之间的那种鱼印尤唇 然后还有下一步的不晓得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觉得是杨德昌电影里面非常厉害的一点 她不只把很多的杀人或者是流血的场面把它给非常淡化的把它给很压抑的处理 而让你在心中把那一个场景自己因为你的想像而变得非常的丰富 你有一百个想像的方式 她同时留了很多的这一种 我说的欲记欲欲缓赢 就像刚刚那两个女人的抽烟的那一种非常曖昧的 可是又没有什么发生的 就像刚刚我讲的 这个吴念真演的这个男主人 要去敲她的 在日本 她受了很大的挫折 我们本来以为因为这个男人的挫折 很可能就会跟她的初恋情人怎么样 去那里寻找安慰 没有想到那个初恋的情人 第一个晚上被拒绝了之后 她就隔天就怎么样 就先check out 就走了 结果她去敲的时候 已经人都不见了 可是接下来可能发展怎么呢 我们不知道 所以这个小说呢 整个的欲欲 她整个的那个真的是结构的完整眼睛 然后这一些细节的这样的一些 非常具有那种引人再去想像 包括那个孩子 有没有 她不是把书包放着等等等 然后还穿着袜子就跳到游泳池 我以为她要自杀 因为那个小孩在里面是个古灵精怪的孩子 你要专门去拍人家后脑勺有没有 我以为她自杀还好 隔了几个片段之后 她撕灵灵的怎么样回到家里面来 所以这种小小的这种悬疑 小小的这样子的很多的点呢 你都可以看到这个导演的真的是很细腻的 在楚谷里怎么样子呢 她的这些现代男女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什么样 一个关系这样子 所以值得一看再看 即便你今天听我讲过了 你也许可以把我告诉你的这些点呢 一点都不像巨头 你可以再回去看看 好 你要帮那个初恋的情人给我们看 对不对 好 是这边吗 对 是83年 那个海滩的一天开始到2000年的11 这么多年来的杨德昌的整个的 几个很重要的片段 当然那个孤领街没有讲 因为那个 OK 同样那个女生也是导致了那一场情杀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所以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说 很特别的这个导演呢 是个异性恋的男人 为什么我一直讲异性恋 因为有一些男人 这可能跟异性恋同性恋没有关系 那个柯P也真的很丑女 这我不是说为选举讲的话 他是真的老实说他的很多的话 让我做一个女人来讲很不舒服这样子 那么这个跟可能异性恋同性恋没什么关系 可是呢 有趣的是 那一个年代的某一个状况下的台湾呢 养出来的一个柯P 然后一个导演呢 他所有的那个悲剧的那个trigger 就是像扣板机那个发生的原因 他都是女人造成的基本上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我觉得 那么我自己是个写小说的人 我知道很多的创作背后 其实会跟很多的这个作者的潜意识 跟他心里某一种被制约 不管被他的社会文化家庭 被他的感情 被他的什么所制约的状况下 他会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个我倒觉得很值得研究 这样的一个异性恋的男人 在这样的背景 家里是一个有钱的 做官的那种有地位的外省人的家庭 在美国 对不对 吴念真以前常很羡慕的说 哦 人家杨德昌 他写的笔记 都用英文写的 都是用英文写的 他思考都是用英文的 那个时候觉得这个很厉害这样 现在我们当然不觉得有什么厉害了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思考方式 有了更多的信心 可是那个时候呢 杨德昌的确是 哇 让那个 吴念真佩服的五体投帝 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个有趣 这个我觉得如果 有人有更多的 心理分析的背景等等 去追究这个 这么多部电影 不只我讲的五部 这么多部电影里面的 这一些省级的问题 男女的关系 为什么这个靠那个板机的 去造成悲剧的永远都是女人 这个非常有趣吧 这个是我今天提出的一点 那第二点呢 当然这个省级的议题是 从来在过去的研究里面 大家都不要提的 因为提了很伤感情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了解杨德昌 电影的一个什么样 一个有趣的一个新的揭露点 当现在我们 虽然很多人还是不想表现 你自己的统突的立场 可是至少我们隔了那么多年之后 我觉得可以来回过头去看看 这样子 好 第三点就是 我作为一个 号称女性主义的作家 看了一个男导演 拍的这些女性的电影 我有一句非常良心的话 就说我觉得只要那个作品 可以自圆其说 可以讲得有道理 可以在艺术的成就上 是怎么样 是达到一个水准的 那么我都可以接受 不管她对女性 是不是本身有着什么一个隐蔽的 内心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纠结 只要那个作品是好的 是有艺术成就的 然后并不是故意的 刻意的要来怎么样 要来怎么样的来处理女性的角色 那么我都觉得怎么样 可以自圆其说 而且非常尊重 而且会认为是非常好的电影 就跟你讲我看了这么多 我唯一一个比较是 那个真的是 真的是 真的是让我不舒服的 只有那个独立时代 那你们讲的太多那些艺术啊 这个那个啊 这样子 还好有那个奇奇这么漂亮 所以啊 我每次很忍受那些对白啊 看到奇奇我就很高兴 好 那么 今天呢 其实 嗯 后来发现前面应该让你们多看一点影片的片段 你会对我讲的有更深入 那当时因为时间没有给各位看太多可惜了 我们希望还有下一次见面的机会 谢谢 好 我想问两部电影里面的问题 第一部电影是 海滩的一天里面有众多的女人 那这些女人分别都有她的想望跟企图 那老师在一开始的时候 有提到这些女人 但是 嗯 我想听老师聊就是 其中 里面的角色是那个 嘉莉的那个老公的小三 那个叫小慧 他去亲门踏户的到嘉莉的家 然后跟他讲他丈夫发生的事情 然后他最后留下一句就是说 你待的世界一定很浪漫很安适 然后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是没有那么浪漫的 想听老师聊聊这个角色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老师刚才有提到是对独立失败这个人 就是看了有点痛苦 那我自己个人看了很多事 但是有一个点我一直过不去 就是 马里她为什么跑去跟 后半段跑去跟小明睡觉这个事情 这个点我是一直过不去 啊很好 因为这个小明就是 琪琪的相恋很久在一起的男朋友 那马里后来去睡了她 而且蛮主动的对不对 那个我想她没有那么主动 那个小明大概也不敢睡她 我觉得可不可以又回来 这其实是杨德昌的一个精心的布局 只不过是刚刚因为我们要讲的很多 所以我没有停留在这一点 你觉不觉得 刚刚我们给你看两个点烟的那个 我说性感到不得了的那个画面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女人 其实我觉得对杨德昌来讲 这是一个下蛙被泼成两半 合起来的话就是一个完美的女人的感觉 你觉不觉得 所以如果我们用一种潜意识的 对于导演的一个分析的话 我可不可以讲说 这一个小明没有办法去跟马里 不是小明 这个马里没有办法跟琪琪合为一体 因为碍于种种的限制 尤其那个阶段 对于女童的这样的恐惧啊 种种他们不可能真的怎么样的 可是透过了一个男人 这两个女人在某一方面很为一体 你觉不觉得这变成是一个什么完整的下蛙 而怎么样 而中间经过跟着这一个琪琪的男人的做爱 而这个马里呢 用另外一种方式跟琪琪怎么样 这完成了两半的下蛙的一个结合 你看我这样解释有没有很漂亮 有 而我相信很可能真的是有三个想法 我当时略跟她有一点来往 这个导演的那些非常幽微细致的 很多的那种感觉 然后不晓得 我老觉得 她不想受到什么伤害 要把自己这样退下来 真的 为了某一个理由 这个男导演很detached 就是很退下来 退缩的 你看她在讲那个吴念真跟她的初恋情人 都是长镜头拍的 对不对 都是远景 都是长镜头 对不对 没有很少的画面 包括两个人在那裤子 都没有那种近距离的去拍摄的 表示当那个感情越是心头纠结的一个感觉的时候 这个导演好像又不知道要怎么去面对 他就只好远远的这样子来拍 而没有办法去怎么样去贴近 他对于很多 我一直如果 我 有人愿意把杨德昌更多的事情告诉我们的话 我老觉得这个导演在某一个地方 有一个什么事情阻碍了他对于感情的 不一定说真的受什么创伤 而是那种感情的那种 那种你看他那个电影里面 所有的高潮点都没有被拍出来 然后所有的那些会引爆很多的那种冲突跟那种很激烈的场面 都绝对不会在他的电影里面直接的呈现 包括那种很爱的场面 因为那个依依里面无面真有一个对白 说他那个初恋是他唯一唯一有一辈子真正爱过的一个人 表示他后来跟这个太太的婚姻怎么样 根本就是地形公式嘛 大家都在结婚也就去结婚 而他也扮演一个称职的好老公 因为他们住一个很漂亮的那个台北的那个公寓 所以我刚刚我觉得啊 那个杨德昌在他的年代 他仍然受限制于那个年代 如果是一个现在的杨德昌 活在今天来拍这个玛丽跟琪琪 搞不好这两个人就可能就发生一个夏娃跟夏娃 两半的夏娃直接就怎么样自己结合了 不需要经过那个男人这样 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海滩的一天里面的那一些 小三 对 那个女人因为出来的画面不多 然后呢 直接被塑造成为一个是那一种就是 必须出来打滚工作的 有一点像什么呢 像那一个青梅竹马里面的那个 那个女主角 那个 那个 蔡琪演的那个角色我觉得 只不过呢 拍贼六好像要讲到圣经 这一个女人非常伶俐的是 杨德昌电影里面那种讲国语的女人 好像都比较伶俐一点 比较精明能干一点 然后那个 那些讲台语的女人 基本的出发点啊 都比较像那个 都比较像海滩的一点里面的爱家一样 即便是这一个 那个 蔡琪演的那一个 讲台语的青梅竹马的那个角色 都没有像海滩的一天里面 那个 去跟张爱家的老公 有外衣的那个女人那么强势 而且那么凶寒 很有趣 所以为什么我会说这个省级问题啊 真的 有看谁有那个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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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你的问题吗 有 OK 好 好 要后面有人 不好意思 然后 就是 呃 是一个反驳 还有一个 问题 然后但是我其实非常认同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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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李安老师刚对于 刚刚上的批判 包括我觉得 在麻将里面 有对于同志的 刻板印象上的抹黑 这都是拘束于当时时代的了解 然后 呃 我觉得是其实他里面有一些 当时 他比较前卫的 比较女权 不是 像你们这样比较绝对女权的一些了解 像 海滩一天里面 我觉得胡音梦和张爱家那两个角色 有点像是对比 像说 胡音梦是追逐自己梦想 自我实现 不需要靠婚姻来实现的人 然后 他过得很棒 很 很完美 然后像张爱家那个角色 他以为自己已经脱离了 传统的婚姻 但其实并没有 他仍然在婚姻这个 中国的 中国式婚姻里面被束缚 所以我觉得 其实他可能也是有一些女权思想 对 然后 然后也一个 疑问 然后可能比较宽一点 就是 不知道 对于 现在女权的 看法 比如说 上野青赫子 现在一些 国际上的 女权的先锋的看法 还有现在 比如说可能有两个 主要的路线 一个是 基要派的 决绝的 彻底的 我一直 那个上野青赫子跟我还很好 因为我那时候 沙夫在日本出版 以及后来出的小说 他都很喜欢 他甚至最近 我有一个小说 最近在日本出版的 可是好可惜 碰到疫情 所以就没有办法做太多宣传 我写了一个小说叫睡美男 就是一个年老的女人 然后 好了 我们就不需要讲年长 老就是老 年老的女人 贪恋一个小鲜肉 然后最后下药把她冥婚 可是所有的人都问说 你把一个男人迷婚了他能干嘛 对不对 可是好吧 这就是好玩的地方 然后这个小说翻成了日文出版 那个上野青赫子还同意 把她的对我这小说的一句话 放在那个中文版跟日文版的 书的封面上这样子 可惜那个书没有书了 然后那个什么 出版社也不想再印 我以后要把我的很多小说 做成那个那个什么 做成网路那种 可以让大家可以抓下来就看 好 所以我很喜欢她 而这个女人呢 她虽然 OK 她们那个阶段非常可爱 她们在读京都大学的时候呢 刚好碰到了那个叫做 60年代的那一个激进的 学生运动的时代 然后日本非常激进 她们那个时候啊 那个绝对不是什么太阳花啊 什么这样的 什么而已啊 那是真的真刀真枪的干的这样子 那上野呢 我对她影响最多的是 她们当时呢 在京都大学 男生女生同样去抗争 可是在那里煮饭的 喂饱这些男生的 永远都是女人 OK 另外 那个 你学生们觉得 哇 对这些心仪的男生 明天马上要去枪林弹雨 不晓得会怎么样 然后就自动怎么样 奉献自己的身体 来安慰她们的 最后都被叫公共厕所 或者公共巴士 这个其实是使得我去写 北港乡路人差 那个小说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所以后来呢 这些被叫公共厕所 公共巴士的这一些女生呢 转个脸就变成女权主义者 你们懂那个意思吗 她们本来 我看有一些人大概没有听懂 就是女人因为同情这些男生们 去做抗争 男学生们去做抗争 所以愿意用身体来安慰 来给她们一点温暖 可是最后这些男人不只不珍惜 而且叫她们公共汽车 或者公共厕所 因为这些女生在团体里面 可能跟不只一个男人睡过觉 你知道 所以这些女人就觉得很不公平 为什么我这样的好意 然后最后落得的是 你们这样歧视我 所以这些女人一转脸 就变成一个女权主义者 这样 我基本上不是一个那种 强烈的那一种直接对决的 这种女性主义的追求者 因为我自己在我的母亲身上看到非常好的方式 我母亲是个传统的 非常传统的家里交出来的女儿 然后她永远 她真的想要做到的很多事情 她都做得到 为什么 因为她那个手段太好 懂得可收可放 我爸爸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所以我从小就看到女人要争取很多东西 不见得是真的是跟你叮这样子 而是怎么样 而是用很多的方式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当然应该要讲 我们尊重所有的那个女生要用很强悍的 或者是用很阴柔的 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来达成她的那个 她所想要的这样子 就像杨德昌里面 她也塑造出来了不同的那一些想要达到她的目标的 其实就是一个伴着笑脸的要来达到目标的 而海滩的一天里面的那一个情妇 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的 小慧 小慧 就是一个直接到人家太太家里去坐下来说 你老公跟我有一腿这样子 所以杨德昌 我本来觉得她在塑造这一些 那个不是女主角的这一些小小 不过老实说 独立时代 谁挂头的名字呢 是琪琪耶 不是那个 不是Marley 挂名 女主角是琪琪 所以可见杨德昌可能也喜欢那个英龙的那一派吧 我随便猜得这样 好 想要问一下李洋老师 那个就是关于就是我在欣赏杨德昌系列电影的过程中 我有发现就是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也想要依杨老师对于杨德昌的认识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 就是为什么她从第一部电影到最后一部电影 她永远都在讲述外遇以及她的透情空间这个部分 就是当然自杀情杀并不是每部电影都有 但是她所有的电影都在讲外遇 或是我们讲一种女性的复仇 或是女性的一些示威 然后就觉得说 假设如刚刚所听到的杨德昌是一个非常受女子崇拜的人 那她怎么会为什么命题一直围绕在偷情跟外遇的这个 就有点好奇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那个日本不想发生什么事情 可能隐藏的一段杨德昌的个人的什么样的 或是我随便乱讲的那个感情或什么吧 我个人是有这样的 你看那个从第一部电影到最后一部电影 她回来处理那个第一部电影的男主角 不是第二部那个被问说你又没有停留在日本 而且那个蔡琪问得很凶喔 显然那个日本的停留是很要命的 那个侯小姐把她说没有 然后最后一部的时候 日本发生那样的事情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跟她的那个有关 她的经验 其实不应该跟作者做这样的八卦的猜疑的 可是就像我跟你的感觉也一样 为什么她塑造出这些女性角色 为什么里面 当然你说都会生活里面没有外遇的话 也掰不下去了 可不可以这样讲 这也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故事 必须要发生的 我们只能够很合理化的来讲 就她的电影都讲都会 你看她也没有到农村 也没有到什么工业区 也没有到哪个地方去 尤其是那个 你看喔 1994年的那个独立时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 1987年就解研 就跟中国有来往 她也只有那个阿金有没有 在电话里面讲那些三八话而已 她对那个台商 或台湾人跟中国的人 从来不琢磨 她的故事永远都是在 一个叫做台湾 一个叫做什么台北的 基本上这样的地方 主要的场景都在这里 好了 那这种都会的话 老实说没有外遇的话 故事掰得下去吗 好像也有困难吧 可不可以 好 我们只能够做最简单的这样的推理 可是我老觉得 嗯 这个我崇拜的这个 异性恋的男导演 心里有一个 不为 那个古百的那个歌 诺威森林 有没有 你心中有一个我不曾到底的地方 不晓得是什么 这样 OK 还有大概可以问两个问题 我很高兴来讲电影 你因为 这其实电影其实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部分 OK 李昂老师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朱天文的《言下之度》 那什么 《言下之度》 然后就是里面有很多的短片小说也有改成电影 像是那个 《安安的假期》啊 他就是金女女主角就是一个小正一生的女儿 然后或者是 最想念的季节 然后也是那个女主角也是就是 本土那种 比较中上 比较富有家庭的 呃 女儿这样子 我只是好奇说就是 为什么这些外神导演像杨德昌啊 这种圈子互相影响的样子 朱天文啊 有道理会来书记到这个部分 因为她的母亲那个刘慕莎女士 是一个台湾的客家人 所以等于是一个外省人娶了一个台湾人 可是是客家 所以因此呢 她会有这种台湾的部分的话 非常的OK 但是母系的一个部分嘛 对不对 可是杨德昌是一个非常纯粹的 所谓的外省人哦 爸妈妈都是都是所谓外省人 而且在上海的时候 好像就坐过坐了 位置就蛮高的官 所以因此才会分到 她进南路那个宿舍 那个绝对是要重要的 国民党的来台的那种官员 才能够分到那么好的宿舍 嗯 所以不太一样 我觉得杨德昌是在她的原生家庭里面 不太有这样的那个的感觉 有没有 然后彭凯丽跟那个蔡琳 两个都是外省女孩哦 好 这省级真的绝对值得一出 因为这个 这一个是一个台湾的另外一个禁忌啊 我太老了 要不然我就老出你 好 哦 你好啊 关于刚刚一直提到的日本问题 还有北省问题哦 我在想楊德昌寶蓮就是 所謂的外省第一代 在台灣外省第一代 然後像我成長的環境 我周圍的朋友都是外省第二代 那我感覺上 梁楊老師剛剛有提到外省女孩 感覺上都比較概念 對不對 那我覺得我也聽過 我實在不太願意想省級的問題 但是我周圍常常聽到一些說 外省家庭比較沒有 男尊女A 重人輕女 然後本身家庭比較有 所以我在想這個跟他 電影裡面女性角色 為什麼都是講台語 但是尤其是第一部電影 我記得張愛嘉那個角色 他的父親 他們根本就是講日文 對不對 所以我在想 他是不是把台灣 台灣以前是日本的殖民 當然 所以我覺得他是不是在影射 台灣對日本的一種懷舊 所以他安排 就像你剛剛講的 青梅竹馬裡面 他會說你有沒有去日本 然後後來第一裡面 他們在日本空心 然後他的客戶是有日本人 所以私自在暗示 暗示台灣某些人 對日本的殖民不忘 是啊 這個當然 我想很多台灣人 所謂的台灣人就是 不像 楊德昌應該算是外省的第二 第二代對不對 OK 第一代 應該是第一代還是第二代 因為他不是來台灣出生的 對 他大我那麼多歲 所以他不是台灣出生的 像我們才是台灣第二代 你們是台灣第二代 對 但是我周圍也有 OK 所以他應該是一代 所以他大概比我們大的樣子 二十歲 好 我想如果對於一個台灣人 有這樣對日本的這樣的懷念 或者是喜愛 或者是那個非得塑造 愛家這樣的這種 innocent and naive 這樣的一個小姐 我們都覺得很合理 因為那個是在他的環境 跟他的那個裡面對不對 但是我的重點是 他是不是事實上是在這種 朝我台灣當時的風陵 不想 因為他的那一些女性 講台灣話的女性 其實都還滿正面的 愛家那個角色 多麼的人喜歡對不對 你都覺得是那個外省丈夫 欺負他來的配方 他對一個外省女的 你還想要嗎 對 可是 而且他還很值得跟他講說 你根本就是在婚姓裡面的話 你喜歡的小朋友 對 對 對 但是這個案子是 外省略了蛋 對台灣分出一些 救護勢力跟財富嗎 我懂 可是整個小說 整個電影看起來 你們回家看看 那個海灘的一點 如果比較起來 我一定覺得那個外省外遇的對象 那個 後中 台灣話講得非常過分 對 非常過分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就像您剛剛有想到 他對障礙家的成長 他根本有突破 對 可是導演的 同情心跟導演的 塑造一個美好的角色 都在愛家身上 他只是 我剛剛講沒有躲墨 是沒有把他後來 老公不在了 他怎麼自己奮鬥走出來 沒有躲墨很多 然後剛剛那一位 有一位朋友在那邊的 不是特別提到 就是說胡一夢那個角色 就是自己就活得很好的 然後愛家那種 還要努力的走出來的 所以是不同的這樣子 那他是不是暗示 胡一夢他那種 畢竟是經濟性截 對不對 嚼越的 然後做 OK 但是那個大概只在 全台灣百多之後是使用到 但其他的我們呢 欸 你看 所以我說的 省集問題 軍隊的討論 好 我們看看有沒有 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你看我們的觀點就不一樣 我會覺得 導演其實把他的整個的 你知道我在塑造一個角色 我也可以让他非常的可爱可怜 让人家喜欢 也可以把它弄得很讨人厌 不好意思 我还要再补充 我已经想到日文 因为事实上在乌林街里面 那个女生的情男友 他不是讨厌难过多人吗 他是刚才对不对 可是他的造型就是一部很浪远 日文浪远的造型 再说一遍 对 哪一个地理 乌林街的哈尼 对 哈尼他从南部回来 他整个造型给我很日本浪人的感觉 而且他有可能是我自己的偏见 我觉得他自己的仗就是认为 台湾人有很多人就是怀旧 怀疑情怀太重 造成整个环境这样的空地 然后造成整个这这环境 有趣 你看我报这个议题绝对 对 那个台湾说的 就有太滚了 就很有相骂本的 你看我们两个的前世就会不一样 没有 但是我的意思 事实上是我很高兴 李洋老师提出 如果有人要写论文的话 应该在这个观点上面去研究 对 可能就各说各话了 我跟你讲 真的 真的 没有 我想也不是各说各话 而是说他是不是 就是杨德昌最厉害的地方 他基本上他不是正面及政治 就像你讲的对不对 但是他基本上是利用日本 他等于是把后殖民主义跟 后现代主义连在一起 可是我反而看了那么多的 他那些讲台语的角色 而且是他的大概所有的电影里面的 很重要的角色 我反而觉得 他比我做一个台湾人 对日本还更有那一种 很好的感觉 这我们两个就不一样的 他那些日本在日本施散偷袭 然后顾影街里面 他那个跟日本最有关系的人 最后由于他的死亡 所以变成另一个女主角 会让后续的发展 让你造成这个 顾影街非常地发展 好 我知道这个你看 我们的不同的出发点 真的会造成不同的那个 来 时间到了是不是 好 有人问最后一个问题 对不起 这个为什么我抛这样的问题 因为这个我们会有很多 因为我们的养成教育 我们的什么的 一定会有很不同的观点出现 我是想问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请你谈谈柯素云 因为柯素云 从他刚开始拍无评的时候 就用柯素云 然后每次在日本见面的那个对象 都是柯素云 从青梅竹马到最后依依 柯素云感觉在他的宇宙里面 就是一直住在日本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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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那想请老师 不想您看了 延续看了这么多养岛片 这部分你有什么感想 谢谢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没有听很清楚的问题 因为你戴口罩 我最近啊 因为在抑制我的耳鸣 所以那个医生叫我拔 OK 再讲一遍好了 好不好 不要戴口罩 好的就是我想请老师谈谈柯素云的角色 因为他从一开始养岛拍电视电影浮居的时候 就是找柯素云当女主角 然后拍青梅竹马的时候 柯素云就是住在日本的那个初恋情人 到了一一 其实中介已经隔了二十年了 柯素云仍然是住在日本的那个初恋情人 然后总是对于这个男主角有一些若即若离的那个 好像一条线拉着他跟日本的那个关系 而且那个人总是柯素云不是别人 没有换过人 那想要请杨老师谈谈这部分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的感觉 我还不知道那是一个同一个演员 对不起 因为我没有那么样的那个 我看的时候是那个 我最近在看都是在那个我的平板小小的萤幕看 然后那个 我不是跟你讲我有的地方看得很辛苦 所以我都去看鬼妹之论 我就没有注意到那是同一个演员 那更好解释我说的这一段对不对 表示这个女演员搞不好有一种特质 跟杨德昌所要呼应到的那个部分 是一致的 所以因此 这么多年来一直用她来演那个 在日本的那一个 对不对 那个而且在日本那一个还是偷情的那一个 对不对 然后会使得那个侯孝贤跟那个 那个蔡琴吵架的那一个 对 那要这样的话你们回家仔细看看那个女生有什么特色 那个演员以及她被塑造出来的角色 她的特色是什么 这个我觉得有趣 好 然后那个刚刚那个观众有说就是 因为在一些访问里面有提到说 柯树云的长相似乎是杨德昌的理想型 那彭凯莉似乎又长得跟柯树云很像 这到底就没有关系想要起来 哦 那就更对的起来了 对不对 那我们要追求杨德昌你到底在日本发生什么 没有啦 开玩笑 这个 可是 OK 现在对于这种 谈论一个 艺术工作者有比较宽松的那个 我们只是不要 不是恶意的话 因为我最近在 在听那个醉意试水年华 有人在倒读醉意试水年华 然后也把这个 普鲁斯特的整个身家背景都掀出来 这样子 所以有的时候 適度的没有恶意的 不攻击的去讨论那个 创作者的一些生活的理由 而为什么产生了这样的作品 而又怎么样的话 其实也是被容许的 所以今天最好的八卦就是彭凯莉 跟柯树云很像这样子 可是我彭凯莉当时出场的时候 就跟她的那个电影里面那些 强势的外省女孩很像 所以我还是比较同情蔡琴的那一位 不好意思 OK 好 这个很高兴 我们拿那个 这么热还这么多人来听 然后我对电影非常的喜欢 然后呢 可惜我已经 我觉得我一辈子大概把一个事情做好 就是写小说 要不然的话 我年轻的时候 也有很多的机会 那个小说被改编成电影 可是我都没有介入去做什么事情 因为我自己读戏剧 所以很知道那个电影 即便用我的小说做原著 也是一种再创作 我通常把版权卖了之后 然后就完全不管 因为我觉得不可以去干预那个导演 要干嘛这样 可是也觉得有点可惜 当时也许人应该来做一个编剧或什么 这样就跟导演有比较多的合作 然后你可以看出杨德昌 从开始还会让吴念真跟小叶来写剧本 慢慢的 最后你看他都自己写剧本 你就可以知道 那个导演 最后有话要说的都是他自己的 OK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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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